來玩這款遊戲 跑和槍 坦克版 目前看起來好像 只有英文 待會要看一下選項 不過還挺好玩的 現在已經多了一位同伴 你看還可以切換位置 來看一下戰鬥吧 戰鬥很不錯 他會自己攻擊 你按住螢幕的話 就可以鎖定敵人了 就像這樣 我們還可以開大招 做得很不錯的 小小的螢幕 大大的體驗 如果有中文的話就更好了 是不是 跑新手 所以沒有時間看 連路的飛彈都把他打下來 震撼力十足 小小的畫面 竟然有如此的震撼力 角色也是挺可愛的啊 目前為止是沒有遇到 強制性廣告了 來 來到首頁了 接下來咧 第二層出現了 不換 互換 越來越高了 哦 嗯 這邊 是不是沒有 沒得選了 好吧 這輩子 你也應該知道 這輩子沒玩過遊戲的話 你也應該知道 這輩子沒玩過遊戲的話 這種交一次就好了 你交個十幾分鐘 欸那個 交久了 人家就受不了了 喔 這樣打起來很有感覺啊 很不錯的 他到底能疊多高啊 現在要兩層嗎 怎麼疊個五層 這樣子很壯觀 最高可以疊四層 因為在下面 有兩個上鎖的 應該是還沒解鎖 哎 應該是沒有英文可以 應該只有英文版本而已啦 哇 他這新手教學這樣交下來 已經沒有什麼耐性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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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目前來看無法自動鎖敵啊 你還是要用手指去瞄準敵人啊 那個彈道才會改變 喔呦 我是不是獲得到什麼好東西啦 合成喔 合成像磁鐵的東西 它究竟能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呢 強化 是強化還是補血啊 都給它合一合啦 哇 沒有四合的 那就算了吧 嗯 喔這是 哪一種 大炮大炮 好啦我們用這樣子 開打吧 我選擇的武器 我可以射多高啊 不行只能射到這樣而已 開大招吧 鞋子 那這鞋子也太厚了吧 什麼呢 嗯 呵呵 是不是跟武器有關啊 哇 哇 這場將打兩分多鐘耶 好啦 最後 手燕究竟開了沒有啊 這邊花錢的地方喔 開寶箱 喔 開碎片 角色的強度就跟碎片有關了 新的角色出現了喔 這樣子我就有四位了 喔 這用紀念紙強化的喔 齒輪 喔 對啦 應該是沒有了 有中文就會更好了 很可惜只有英文版本喔 英文版本的話 嗯 除非你英文造詞很厲害喔 不然這款感覺起來 中文這樣玩 玩的話 體驗就沒那麼好啦 剩下的應該都大同小異啊 這妹子倒是挺可愛的啊 好啦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